DUCH触点 DUCH提供两种样式的DUCH触点 冲压成型和固态 两种触点类型都使用压阶式端阶 无需进行焊阶 所有DUCH触点都有牢固的突间 用于高拉伸强度的梳轴固定 无需使用固定柄角 DUCH插座具有入口闭合的整体不锈钢护套 和保护分离式插座尖尺 为了提供出色的耐久性、高性能、抗腐蚀性和抗氧化性 触点有铜合金制成 并采用优质电镀选料 包括逆、锡和镀金进行表面涂层 DUCH固态触点 适用于小批量生产、现场服务和插拔次数多的情况 冲压成型的触点 适用于以下情况的大批量生产 电线端接成本是客户关注的主要问题 但不能降低电路的可靠性 冲压成型的触点以卷轴形式销售 用10到22规格的电线进行端接 触点以三种尺寸提供 可广泛适用各种电线绝缘层 剥皮 你可以使用任何标准的电线剥皮机 为您正在使用的标准电线选择正确的触点 基于所使用的触点将电线剥至适当长度 请参阅图纸了解完整规格 务必剥去所有绝缘层 但不要剪断或弯折任何焦合线 通过目测来确保电线剥皮干净彻底 如果割断或弯折任何电线 请切除末端 重新开始 使用手动工具压接固态触点 在本演示中 使用的是HDT-48-00手动压接工具 此工具将压接12、16和20号固态触点 要压接4和8号固态触点 需使用HDT-04-08手动压接工具 请参阅DUCH目录了解更多信息 从剥皮的电线开始 在压接工具上 抬起选择器旋钮 并旋转它直到箭头 与要压接的线规对齐 松开锁紧螺母 并将调整螺钉向内旋转直到停止 将触点插入到开口中 压接管朝上 逆时针旋转调整螺钉 直到触点与压头盖齐平 你应能看到触点边缘 但不应使其翘起 触点必须在指示器之间居中 将锁紧螺母拧紧 但不要过度紧固 将剥皮的电线插入到触点中 压紧手柄使其闭合 手柄将紧在压接完成时打开 松开手柄 并卸下压接的触点 参照本视频片段的 固态触点压接检查部分 检查压接 请注意必须针对每种类型或尺寸的触点 对工具进行调整 使用手动工具压接充压成型的触点 在本演示中使用的是 DTT-16-00手动压接工具 这种样式的工具将压接16号的充压成型触点 该触点可容纳14-16号限规 从剥皮的电线开始 将压接工具切换到打开位置 将触点放入合适的魔槽中 部分闭合工具直到触点固定到位 将剥皮的电线插入到触点中 压紧手柄使其闭合直到齿轮松开 只有听到响亮的咔嚓声 且压接完成时齿轮才会松开 通过参考本视频片段的 充压成型触点压接检查部分 检查压接 压接QuickConnect触点 在本演示中使用的是 AF-8-TH163手动压接工具 此工具将压接16和20号QuickConnect触点 要压接22号QuickConnect触点 需要使用MH-860手动压接工具和86-5压接工具定位器 请参阅DeWitch目录了解更多信息 从剥皮的电线开始 在压接工具上 抬起线规显摘器 选扭并旋转 直到箭头与要压接的线规对齐 松开触点尺寸选择器 并旋转直到直线指向要压接的触点尺寸 下推触点尺寸选择器 直到咬接至锁定位置 将触点插入到开口中 压接管朝上 将剥皮的电线插入到触点中 压紧手柄使其闭合 手柄将紧在压接完成时打开 松开手柄并卸下压接的触点 参照本视频片段的 固态触点压接检查部分 检查压接 请注意 必须针对每种类型或尺寸的触点 对工具进行调整 固态触点压接检查 对于固态触点 可以用目视检查压接组件是否正确 拨出绝缘层后 暴露的导体长度 应超过触点中的检查孔 且在触点和电线上的绝缘层之间 仍然暴露0.8毫米至2.4毫米的导体 在生产环境中 应定期检查压接拉伸强度 请参阅图纸了解完整规格 固态触点上不合格的压接包括 在触点压接管中的检查孔中 看不到限速 在压接管以外 缺失、剥皮或弯曲的限速 即使电线已经进入压接的区域 这样也会造成不良压接 损坏的限速 包括切断或弯曲的任何电线 为牢牢固定到电线的触点 冲压成型的触点压接检查 对于冲压成型的触点 可以通过测量压接的高度和宽度 来检查压接组件是否正确 请参阅图纸了解完整规格 冲压成型的触点上 不合格的压接包括 在导体压接两侧都看不到的限速 在压接以外缺失、剥皮或弯曲的限速 即使电线已经进入压接的区域 这样也会造成不良压接 损坏的限速 包括切断或弯曲的任何电线 为紧紧缠绕在电线绝缘层的绝缘翼 在插入和卸下触点时可能会产生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